其實我也做過什麼 以前的什麼 音波拉皮 什麼拉皮 最早出來的一些拉皮 我都有去試過 但是呢 我 舉例我今天要主持節目 因為我有時候覺得 這裡不對 我就去調一下 那你不對 我就去打個肉毒 或補個玻尿酸 眼帶出來了 或者法令紋 太正 我就會去補一點 補一點 然後那一陣子不知道 怎樣是鬼打牆 幾乎大概一個禮拜 我就去補一次 太誇張了 太多了吧 這麼容貌超綠 對 我就是不知道 我不能讓自己變醜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做過頭了 做過頭了有一天 那我回家睡覺的時候 半夜我老公嚇到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臉 長得跟手得這樣 整個都 這都在外面 我哪怕 喂 你嚇了 後來我有一天 我就像說今天要主持 我就約了醫生 醫生很難約 我就先去 早上八點 我就先去打了那個什麼 天波拉皮 晚之後 九點多到攝影棚 我整個臉都是腫的有沒有 你太拚了吧 你不可以找休息時間再去弄嗎 我們要尊重醫生 對 所以呢 我們就剛好選了那一天 結果我在錄的時候 導播說 導播 替她說 黑色很多嘛 這麼補 有時候這麼老公會流 然後 被家暴 不會 導播本來特寫嘛 彩霍姐 我看 不要多選 要不然浪一點好了 越來越浪有沒有 就做太多 但是因為就是 我知道會有一種焦慮感